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这几年受到很多民众的喜爱 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光雕晚会 那从过去的两三年开始 我们尝试把光雕晚会跟台东的知名景点结合在一起 三仙台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景点 而且这个地方是全台湾本岛 你可以迎接到每天的第一道曙光的地方 所以光雕是要利用天黑的时候来办 所以很多其他的场次的光雕都是晚上 但是在三仙台跟在太马里就是办日出的光雕 就是在天亮以前先办光雕 然后光雕一结束 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共同迎接每一天的第一道曙光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把热气球的元素 跟曙光还有美景的元素都结合在一起 在这个活动里面 我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来支持这个活动 我知道好多年轻人从昨天晚上就已经睡在这个沙滩了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开心 市长是不是也觉得 这其实大家就说看见台东看见台湾 或者是也希望这透过来东西 对没有错 不只是我们在这里办的画面 通过网路可以无远无借地传出去 实际上台东在过去的六年里面 我们的热气球团队也带着我们的球 到五大洲全球五大洲到二十个国外的城市 去参与他们的热气球嘉年华 带着我们的国企参与在那个当中 其实这个对外交的工作 对我们去接触到我们的侨胞 都非常非常的有效 所以热气球可以说真的是一个外交的坚冰 它的的确确让世界看到台湾 特别是看到台湾